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化在gimeter里面的应用 里面呢 先添加 跟我们之前一样 添加线程组 在线程组里面呢 添加这个 http请求 然后呢 在线程组呢 添加这个监听器 查看结果数 就简单点 两个 这个http请求呢 我们换成 换成poster 换成poster 服务协议http 服务器名称3w点 我们就用这个啊 我们就用这个 然后它里边的内容啊 poster 对吧 然后呢 路径呢 应该是wp-content- 然后呢 再来个 然后再来个 再来个 对吧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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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呢 我们随便去添写一个啊 啊 那个 这样 行 ok 没问题 还是比较长的哈 然后下面呢 给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呢 是 内容 内容对吧 啊 再添加一下 第二个参数呢 一秒 第三个参数 然后呢 这个值呢 我们随便去添写一个啊 然后呢 这个 sign stand up 这个一会儿用不用参数化呀 它不用 它必须是那样 是吧 我们只给这个可以参数化的地方呢进行参数化 那么这次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 选择一个表单数据 post 好 我们测试一下啊 执行一下 试行没问题的吧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个里边呢 怎么进行参数化啊 下面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 先创建一个一个 先创建一个文件吧 我们呢 在电脑的f盘 创建一个叫做 test的文件 test 然后呢 在这个里边呢 写一个 表格啊 然后呢 给这个表格呢 一会儿呢 设置一个名字 我们呢 直接呢 给它另存 另存为 工作簿 另存的时候呢 选择一下它的文件格式 就是csv csv 可以吧 啊 然后呢 起个名 就叫 reg 下面呢 post 好 保存 我们看一看 这个 我先把它关了 烦人吗 我打开 下面呢 给里边的内容去写东西啊 这是 这是跟刚才这个名字不一样吧 为了保证它是成功的嘛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 就是 邮件吧 邮件我们也写 好 下面呢 我们这次的话呢 写的时候呢 多写一些啊 10个可以吧 然后呢 包括这个 其实这个邮箱地址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来呀 这个造数据造的够快吧 好 保存 嗯 它刚才 其实是什么 是否保存 对 是 看见没 它不让我保存呢 它不让我保存呢 终于完事了吧 看一下它的属性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CSV 是吧 好 下面的话呢 这下我们在脚本里面开始做事情啊 下面要做的事情呢 因为是要做参数化 所以下面呢 我们得做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 在这个选项啊 在菜单栏里面有个选项 在选项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函数助手对话框吧 哎 就选它啊 就要选它 哎 选一下 选进去之后呢 这里边呢 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呀 函数功能 啊 里边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 CSV read 看到了吧 哎 选择它 选择完之后呢 下面呢 大家会看到 人家会自带的这个东西吧 哎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得输入 输入这个文件的地址吧 哎 文件地址 刚才那是在F盘 对吧 冒号 斜线 嗯 然后呢 是 test目录里边呢 reg post.csv 没问题吧 啊 然后下面呢 文件第几列呢 第一 第零列嘛 对吧 是吧 啊 啊 第零列啊 来 我们生成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这个呀 然后呢 读取出来这个文件了吧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给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不是第零列了 我想象它是第一列 第二列啊 大家看是不是取得的这个数据啊 哎 说明这两个数据取得都没错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了吧 好 把它关了 下面呢 我们就用刚才呢 我们复制的那个函数的名字 去放在这 去代替 翻线呢 其实很简单 那需要改的就是最后一个地方吧 把零改成一就OK了 好 下面呢 我们保存一下脚本 然后呢 运行一下啊 测试一下 你保存一下 它只执行了一次吧 对吧 在没有没有设定它的循环次数是吧 在哪设定 比如让它循环五次 对 有多少个数据 几个数呀 10个吧 10个吧 行啊 来 来上10次 所以 其实在这 循环10次 也还行 或者说来10个线乘数是不是也可以啊 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那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求的 请求时候用的这个数据就知道了 对吧 有变化吗 每次用的都是123是吧 那这个这个不对是吧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 我们还是把刚才那个 那个数据 就是函数助手那个功能看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那我们是不是想 其实我们想要的是 它能够 它能够读取里边 所有的内容吧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这一列的 所有内容啊 这一列所有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或许文件 我现在又重新改了一下数据啊 因为刚才那些就不能再用了啊 我又往后面又多加了一位啊 在这呢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在这里边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线乘数 一个是循环次数啊 他俩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线乘数呢就相当于10个 10个虚拟用户 相当于10个虚拟用户 然后第二个呢 循环次数呢是相当于什么呢 就一个数据 跑十遍 能列吧 然后呢这块呢 10呢就相当于 10个不同的数据 10个不同的用户 所以呢在 刚才写错了啊 不是在 不是在这个循环次数上选10 而是在这个哪呢 在线乘数这选10 在这选完10之后呢 再看这个结果啊 就中间这些都不变 但是我这个数据已经变了啊 我这数据变了 要和刚才不一样 所以呢这呢就 跑一下啊 跑一下 然后呢他可能会耗费点时间 你会发现呢 在这呢是总会出现一个数据吧 对吧 那这个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显示的我们这个什么呀 正在运行中的这个 线乘数 看到了吧 哎这是线乘总数 旁边这个呢就是 运行时的线乘数 那当他运行完了之后他就会停 啊 下面的话呢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是不是这次还是10个呀 大家发现这次呢 大家看这个数据是不是都在变呀 如果说 呃在测试的时候 想配合着这个什么呀 想配合着这个 自动化 呃再配合着这个什么呀 性能 那说实话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怎么呢 就是这样拽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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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啊 为啥不两边一起拽呢 你们撤销 都在变满啊 这 这 这一直在增长是吧 那我也是那么想的 可以了可以了啊 然后我先把这个清除掉啊 然后呢 在这呢 我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图形的 成分结果 嗯 就是不要太夸张啊 不要太夸张 那下面呢 运行一下 买呀 真 我真的要改成这么多吗 远离电脑 嗯 吓死我了啊 反正他这图画的乱七八糟的 结束了吧 嗯 结束了吧 嗯 这什么玩意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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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五个的时候这么慢了呢 可能是 是 之前就算跑过一遍 他也应该是能能出来的吗 对吧 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连接错误了吗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大家这个数是还在变的吧 对吧 数是正确的是吧 但是可能发现这个服务器已经 服务器已经什么样 崩了 对吧 行 现在把它玩坏 坏就坏了啊 反正这里边呢 就是每一个 就是在这里边可以看出来 他的数据在传递的过程中 是不是是不是都在变呀 哎 他每一个呢都在变一个数据 每一个都在变一个数据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发现 当跑了这么多之后 这个 有五个还在跑 但是呢 发现可能已经跑不通了 甚至说这个服务器给出这个响应的已经 就是崩溃的这种现象了 已经是崩溃的现 那么有可能是前面还在运行 后面呢就已经坏掉了 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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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他可能是停不了了啊 咱们呢直接就结束吧